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广东队是第一轮是3比3占平的浙江队 但是在点球大战中是3比4高负 那么第二轮广州队是1比1占平的长春亚太 而南通之云的前两场比赛都是输球的 第一场是0比3数据的苍州熊师 第二场是0比2数据的浙江 两场比赛都是没有取得进球 进攻线是一条线都出现在了中线 那么肯定开场想攻一个 没有领好但是球权还在 队修应该没有犯规 广州常常转边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右路的突破 传中 后点路过去了 射门 应该说广州队的门将 应该说发挥的非常好 吴子鲲 但是这个球广州队的这个中后场的防守应该是有一些问题 是一个中后卫在判断错误吧 应该是对这个传中球没有解围道 然后给了南通前锋那个机会 压迫下的一个长传没能准确的找到队友 在中场拿球 然后这球相对来说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左边往里拖 有没有机会射门 一条大门 哎 口气稍稍震了一些 你看前锋拿下球是比较困难的 相对来说 对还是左路发起进攻 两个人的一个配合 起右脚传中 但是这个很难发上力了 看来比较还是突然会给你来这么一下 咱们南通人多 中场人多 可能这个也是 打一个身后球 挺速度了 大脚 还是直接打身后 外里库尔班在追 还是大了一些 中路背后一个 反抢一下 动作还是比较大的 后场拿球 反抢 霍尔班 有的机会 但是稍稍大了一些 刚才这个球还是后场带的太多了 其实第一时间就应该给出去 刚才王紫阳看到了右路插上的最有空间 但是船球稍稍大了一些 他角度有点小 反之球无论如何已经到进区小进区了 但是这位置肯定还是要打的 这次换到了右路广东队 库尔班 队友套边没有给选择了给中路继续带 还在啊 8号前若帆 跟队友做了一个二过二 中路射门 射门的是11号白鱼套 应该说刚才的虽然说射不自由的射门 差点意思啊力量没有打到 但是整体的配合思路 刚才已经是打算了 也是我们曾经的坑枪女主的国门 他会不会对我们网组队的门将会有一些特别的 先看这个球 传中找后点有机会 没有抡上 但是反抢很快速度很快 反抢了回来 他还是要要球权 这场还有机会 这球应该是 打球 就是脚后跟的一个磕球 一个假动作一个传中 后点还有机会 主角的传中球被碰到队员破坏 机会球转身转过来了 然后 孟子洋 裤传中路的配合 有机机会演射 想直接找队友这球给小了 看到场边有球员要准备上场 想直接找左路 好的前场一个二关 火路的一个传中球 注意力还是要集中 对是 就容易出现失误 那在后场大级巨线前 中路 转身 黄志同 想再打个二过一 一个配合 直接前场找前锋 但在两个夹抢下是没能控制球 右边 直接抡 大脚没有抡上 应该没有犯规缠到的球了 白玉涛 白玉涛跟白玉涛那脚远射 门降 突了一下 然后激动了立柱 白玉涛这个射门脚板还是 比较不错的 再来看 虽然是进攻 五顶 再打小配合 但是没有 第二点还有 广州队中路传中 有机会 球阶段 进球的队是白玉涛 白玉涛 十一号 好 白玉涛这个进球也是 这个就我们刚才讲的 广州队缺少了一个进攻的连贯性 等它连贯性打出来之后 连续的进攻 那么南东直运的这个防线 就会出现一个动荡 会先松动 但是这个球应该是非常明显 南东直运这个后防势出现 应该是体力上的问题 是 因为在连续的进攻下 它的一个防线肯定会乱 那么在混战之中 那么刚才进区内 广州队也有四五名球员 在包抄到进区里 那个点就比较多了 那么皮球无论是第一点即便拿不到 那么第二点还是有机会的 这就刚才还是我说的 广州队一个进攻的连贯性 这次应该说连续攻了三次 第二点还是拿到球 再进攻 那么广州队的南东队的防线 就会出现了一点的问题 那么在取得领先之后 相信广州队相对来说 会心态会更好一些 那拜 这边到了右边库尔班 然后摸进去了 到三角的一个传终 这一次南东队的防守站 还是比较稳的 包括他到三角的一个路线 还是封的比较死 现在99号 章午夜 应该是准备回到场上 前场拿下球 11号吴白涛 还是我们来自白鱼涛 这球应该是脚球啊 应该是防射队员挡了一下 看到99号还是回到了场上 其实南通的 咱们99号应该是 对南通的反击作用 非常大的一个球 是啊 是啊 他能够继续保持健康啊 还有下边 看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广州队的脚球 打了一个前点 广州队第二点还是要到了 这球磕给了队友白鱼涛 还是一个传终 啊 这时候太高进门将了 小进去了 应该说传终之后就没劲了 而且突的太高进边线 这个传终球就是离门将越近了 太高进底线 他给到了库尔班 库尔班 库尔班 没有呢 还是逼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都是出现问题了 我们将脚后跟喝给了队友 走路插上来的 白鱼涛 白鱼涛一个过人 比到中间 哎可是稍稍靠后了一些啊 对了一个反击 霍尔班 没有过去 我上还有 白鱼涛 白鱼涛 抢下来 是 空手 有了一个传统 有了一招传统 一个外脚背的一个传统 我没有过掉低一点 反击常常有点简单粗暴 效果不生好 广州队继续进攻 这个 身体防守当中 应该是要 还是要起到一定的作用 8号 光中性 刹不住车了 撞到了门将 但还好 不是很严重 还是右边路有个机会传冲球找到了库尔班 库尔班的一个射门是稍微偏了一些 这边路有个机会传冲球 继续拿球拳 身后 扩班想挑球 在进去还是拿到了 底线还在带 道山就要打回来 这次门被后卫封堵 前锋王素扬 看看南通有没有机会反击 左路 想扩人失败了 就地的一个反击 第二点白鱼涛还有 跟队友 郭尔班外交射门 手稍稍震了一些 想要完成进球 相来说难度比较大 直接向到白鱼涛 这个球太深了一些 门将出来 这下打身后好球 这个单刀机会 稍微震了一些啊 白鱼涛 内切一个犯规 也被出示了黄牌 那是一个假动作 吕浩然又投球 这球门枪立功了 是 是 又落刘正平 但是张罗东西 还有还在拿 还在过人 这次应该是二号刘正涛 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现 从右路一直 带球带到了禁区前 在禁区里感应过动作过人 最后形成了什么 厂上的这个 9号万里霍尔班 得换下 一条的一个过人 边路没有给 只选择了自己过 再往中路走 射门再扣 这球还是稍稍多了一些 还有 中路二锅 直面门将 翻刀球 应该说打得很正 传通之音的门 就对着很有威胁的射门 你说这波进攻 广州队 其实刚才白玉涛的进区前沿的一个带球有点多 但是 广州队 王子洋 给他刚上场的 这球 应该说 刚刚上场的 呃 这球失误了 前场球抢下着一个传中 非常轻松的破门啊 这是也是后卫的大业 23号 王子洋 第二个进球 这个也是注意力不集中 盯人没有 然后中路门户大开啊 那王子洋也是打进了个人在这次联赛 在有时有联赛当中的第二阶段的个人第一类进球 这样的话对于南通智云的主教练 可能 是 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换人名额的情况下 要再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对于南通智云来讲就是 相对来说心事就是变得更加困难 对 想办法先要扳回一个来啊 最后再次一个二过二 将一个直接吊涉 偏了一些 两个人在卡位置 赞球失败 对了一个反击 给右路 也到了中间 不是我们的机会 什么 太正了一些 是来自18号张志雄 后然 再给他一个好反 然后来一个看看有不传众的机会 这球应该是 这球应该是 我们得拿到了第二点 再摆拓白玉涛 白玉涛进去了还在带小角度上门 哎 要说白玉涛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啊 如果说广东队这边最佳球员是白玉涛的话那么南通之音的最佳球员肯定就是门将赵荣胜了 还是下半场应该有四次铺出了对方的射门 看看打到中间 从人身结尾 还有第二点 还有机会小小的射门 应该是门将铺路之后打到了横梁上 然后场边 然后场边 11号白玉涛下 这个白玉涛下场 其实保诺队应该是觉得其他比赛比较稳 上场的16号 查干扎那 赵志雄左路的传统非常漂亮 应该说刚才广州队的这个进攻套路也是打出来了 就是从右路的一个转移转移到左路 左路两人两人的配合 两人的二过一 在由刚刚上场的12号 查干扎那的一个左路一个传统 这个球虽然说赵宏胜之前表现非常好 扑了很多胜份 但是对这个球应该也是没有更多的办法 这个球他应该也没有责任 但是广州队打到现在这个时间 还是非常耐心地在寻找机会 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绕比林领先之后 相当会更从容 广州队的前锋 捕中两元的王子阳下场 晚上的是7号 伊斯拉姆亚生 亚生是在第二场广州1比1战平 长春亚太的比赛中时有取得进球的 就有点靠近门将了 门将双拳击戳 然后来弄还有不机会 没有了 因为是裁判员 谁想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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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开心嘛 然后我们这场比赛 踢得很好 我们团队 并且我最后取了两名进球 两厘进球 都是我队友帮助我 不用说我们团队力量非常大 感谢我的队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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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